TED0 弗子的主題 Hello,大家好啊!我是無星啊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模組生存啊 今天我們要繼續帶來我們的Chromatic Heart的解謎哟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也是我們沒有解過的新迷宮啊 就是我們身後這個像金字塔的玩意兒 至於它是對應什麼顏色的符文其實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這個迷宮的類型要不同 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遇到有重複的迷宮類型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遇到 但我想它這個模組應該有設計說 會先給你一些不同類型的迷宮吧 等到全部都玩過之後才會給你重複的這樣子 這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那我猜這個路口應該是從正上方進去 先給大家看一下一拳它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個像鏡子塔的東西 然後外觀甚至還生出一些礦物之類的 就從中間進去 Glowing Logic 亮光邏輯 這又是什麼樣的類型解明 可是既然是亮光邏輯你可不可以給我亮一點 這麼暗 我要怎麼看東西啊 對不對它這個世界也不給你夜視效果 這個燈光有點bugbug的 這個亮光邏輯不是很及格 好深喔 我們是要到哪裏去啊 還是我們可以從中間跳下去 好到了 所以我們一路到了金字塔的最底端 然後 開始解謎囉 那 這邊很明顯是一道一道關卡往後啦 只是這個什麼switch 喔 如果我猜沒抽應該是綠燈紅燈跟藍燈吧 我們就只有三種選擇而已 那我們是要 然後 這樣就對了嗎 我這次都不知道它是怎麼解鎖的 好啦反正 就是 解著解著它就自己解鎖了 這個 這個 現代化改造還是可以拿一下 好所以繼續 綠燈一個 解鎖了 解鎖了 所以三個綠燈全亮就可以解鎖 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這個紅燈藍燈的話又可能是有些附加條件吧 喔 Obelian Friend 還不錯 這個 有些附加條件 這個雖然我不曉得我 有沒有辦法玩到劍娘 但是還是拿一下吧 這個比較多條件 所以我們的目標可能就是 要讓綠燈全部都解鎖 但如果有出現紅燈跟藍燈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像這樣綠燈全部亮了可是沒有解鎖 這個 是 解鎖了 啊 好像是 是紅燈跟藍燈要在同一個 Match上 可能吧 不過我覺得這個關卡比起我們之前玩的還要簡單很多 沒有太複雜的東西在 反正就全能開就對了 所以大概就是里綠燈要全亮然後藍燈跟紅燈要在同一個狀態下 就是要對齊啦 先取開 開了 可是這也沒有對齊啦 不然就是以藍燈為主 然後紅燈要不能超過藍燈 順序是綠藍紅啦 紅燈不能亮在藍燈沒有的地方 只要有包含住的話就可以 可以 唉 可以再繼續往後玩喔 好 既然是醬子的話 這個完全沒有遇過的迷宮 這看起來像縮小版的金字塔 只有幾層而已 這個是Shielding stone 不是普通的石頭 好 然後一開始就給我這個水池 不曉得要帶我們去什麼地方啊 看起來又是要到地裡深處 到啦 哇 哇 這看起來是一個 很大的迷宮 欸 好 確定這沒有問題 對 這就是一個迷宮 哇 好大喔 只是這迷宮我們要來做什麼事情啊 我們是 這看起來是有一些門 喔 有箱子啦 所以我們是要找到這個箱子的意思喔 這迷宮好大喔 嗯 這邊好暗 光線沒有更新正確 有了 箱子 箱子 所以現階段的話 所以我們是要解鎖這些箱子 之前應該要先打開這些門吧 鬼小的 可以來試試看 欸 基本上這邊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 操控吧 所以我們只能走迷宮 那 走迷宮這種東西的話 有一種通用型的破解法 就是 一直靠著右槍走 這個靠著右邊走 總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迷宮的終點 但我想一個設計良好的迷宮不會這麼簡單 它可能會有一些 迴圈啊 讓你沒辦法用這一招 Tagolock 我現在可以過了 這不能過 所以我現在 可以過這個 我看到那邊有一個箱子 該不會是我每一次只能 通過一個 就是找到其中一個 箱子這樣 死路 這邊應該可以放一些火 火炬代表說這邊是死路 像這個地方是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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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也可以過 那邊也可以過 喔 第一個鑰匙 啊 然後 然後呢 有了這個鑰匙 Tagoling Lock 我們應該要找到 就是那個Berry 藍色紫色那個東西吧 不然我們現階段不知道 可以幹嘛 這時候我有辦法出去 這好像是繞一圈欸 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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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可以幹嘛 我們先回到 入口吧 如果我找得到入口的話 呵呵 一直在找重複的地方 這裡 不是這裡 這裡 這裡 嗯 好 我們先回到 入口了 只是要走回入口 不是那麼簡單 喔 有了 入口到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嘿嘿 應該是有切換啦 我記得沒錯啊 剛剛我們是從這個門進來 通之後這個到另外一個箱子 呵呵 我跟你講我又不懂辦法了 偷偷穿過這個迷宮 哇塞還真的可以喔 等一下我不小心就把自己困住了 喔 跑出來了 好險 不過我發現我居然可以用這個法杖來 穿越迷宮欸 感覺有點 作弊 好啦 那個當作 非必要手段 我可以先看一下 透過這個上帝視角的畫面 就可以知道我們大概要怎麼走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會通過第一道門 然後接下來這邊通過第二道門 然後這邊一直走的話 唉這邊沒有路 對這邊是死路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從頭開始 好這邊有第三道門 然後呢 欸 這邊可以到 最後房間欸 可是這樣不對吧 我們 下去看看 欸欸欸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取得鑰匙之後 應該就是依序解鎖不同門 好 所以 有什麼東西可以直接拿嗎 就這兩個 Coffee No 還好 這些都還好 所以我們現在沿路回去 我來試試看 欸欸欸欸 喔 哈哈哈哈 哈哈 有沒有比我更懶得 更懶得 更懶得人啊 好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箱子也解鎖了吧 我們來看看 這裡 這裡 這邊看起來可以通過 我先定位箱子好了 不然我們現在其實開不太 很難馬上找到箱子的位置 是箱子的位置 然後 這個已經開過了 就不定位 這個是被我封起來的路 這邊 還有一個箱子的位置 應該會有六個箱子啦 包含剛剛開過的 這邊還有一個 一二三三個 其實不一定是六個 因為我看攻略寫六個 但那個是在困難模式 我已經把難度調低了 所以實際上應該沒有那麼多箱子 才對 我是不是還可以再切換 再切換一次之後 在這邊關起來了 關起來的 這邊是打開的 我們可以直接用作弊的方式嗎 沒關係 我們用上帝視角的方式來玩一次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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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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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通過通過 我們用上帝視角的方式 通關了 然後再偷偷跑出來一下 哎呀 然後 終點在這邊嘛 所以我們只要回去 切換一次看看 好 終點沒有打開 然後再切換一次 再切換一次 欸不對 我們其實可以把所有的鑰匙都拿完 拿完嘛 所以我們再來一次上帝視角 看看現在是開哪裡 剛剛好像是開這邊的 開這邊了 啊 走這邊 過來 這邊 過來 這邊可以過嗎 這邊可以過 啊 在那邊耶 有辦法繞過去嗎 這邊好像可以繞過去 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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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來第二把鑰匙 再切換一次 這一次是開 這邊的 這邊過來過來 然後 過來 這邊門開了 這邊變成一個死路 走這邊 看起來要繞一大圈喔 對 還要繞很大一圈 這邊啊 這邊啊 這邊 這邊好 這樣玩會不會很無聊啊 當然 唉呀 我先通關啊 等到下一次 再遇到同類型的迷宮 我們就要認真玩 所以現在 最後一個門就過啦 耶 全解鎖 什麼都可以拿嗎 這邊沒有 這個 Electromaster 這個快速建造 可以拿一下 拿個 拿個 這個 這個 是什麼東西啊 啊 Temple Call 看到這個就想到了嗎 Hartcore Expansion 大概也沒辦法玩 耶 破關了 啊 哎呀 即便精明如 這個Rica 的這個作者 還是 防不勝防 這個 偷吃部的玩家 啊 過關 好啦 我們今天Eco 其實解了兩個關卡了 但我們還是有一半以上的都沒有解啊 所以今天先這樣子啦 之後 如果再遇到一樣的關卡 我們就來認真玩一次吧 不然今天這樣子有點 太快了 好啦 那就 感謝大家收看了吧 先等等 我一直有一個東西 前三集還是四集都忘記跟大家講 所以我這次一定要示範給大家看 不然每一次都忘記 啊 有了 找到了 就是這個 之前不是說可以挖 一種特殊粉末的洞穴嗎 那其實這個洞穴除了挖粉末之外 它有一個更重要的用途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定要帶給大家看一次 來來來來 快速的 找到 最底層的地方 啊 不是這裡 所謂最底層的地方就是有岩床的地方 好 好大聲哦 好 那 這怎麼這麼大聲 就是啊 之前不是說 不知道怎麼回到主世界嗎 那我之前還特地蓋了一個傳送門 但是每一次你進來這個世界 都被刷新 你的傳送門就被吃掉 好 那其實有一個標準的做法 就是 從這裡跳下去 跳下去 空 然後你會受傷 但是你不要擔心 因為當你的歪軸到達-1000以下的時候 然後 哎呀 欸 你就被傳送回 主世界 Y等於1000格的地方囉 所以這個是 標準的 正常的 回來世界的方法 好法無傷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透過其他模組的方法回來啦 但這個 剛剛那個才是標準的做法 所以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之後一樣再繼續解謎囉 那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各位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